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看到 有些男性的腿毛很多 而他们觉得腿毛多很难看 还把它刮了 其实腿毛多是体内雄激素旺盛的一种表现 那说到这儿有的人就会说了 那腿毛少就是雄激素少了 那该怎么补充雄激素呢 今天慕子就给大家推荐的两种食物 可以经常一起吃 椰枣 椰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矿路质 男性经常吃不仅可以激发雄激素 还能提高免疫力 帮你增加男人味 虚原汁 那虚原汁是血灵之中的一种 其中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磷脂和新元素 那男性朋友用它泡水喝 也有增进雄激素的效果 帮你提升魅力 不过呀 虽然说雄激素旺盛是好事 但是如果分泌太多 对身体也会有影响的 所以只要适当补充就可以了 得了 今天就落到这吧